來 市長 抱歉啦 這在議場上發生的事情齁 這張照片看起來像不像我要打人啊 應該不像吧 我不知道啦 因為我看你手是被抓著啦 我自己看都有點像啊 好像我要對那個林秉佑揮拳的感覺 沒有 林議員在笑啊 看起來 這個角度 看起來你卻容易誤會啦 看起來你有點肚子 肚子沒關係啦 身體健康就好 來 這第二個 看起來好像是我被這個 我想要動出被阻止啊 看起來照片看起來是這樣啊 但是我想分享的就是齁 這個照片 這個角度的這種照片 到底是不是事實 到底一張好的照片代表千言外語 但它不見得是事實啊 來 現在你看這個 這個就是昨天 這個民進黨的這個 新北市議會黨團的臉書粉絲團 上面寫的 公開寫喔 總召鄭宇恩表示 有沒有 總召鄭宇恩表示 來 甚至有王威元等人 向黨籍議員揮拳 有沒有 很清楚嗎 到現在還在他的網路上 他都沒有測下來 然後再下一張 然後這是什麼 李宇祥議員 我的議會同仁說王威元流氓 公開留言 加起來是什麼你知道嗎 加起來他們就是說齁 流氓打人 王威元流氓打人 這樣對不對 我剛剛也有去跟我們議長還有民主長報告 在場內 在議場內發生的推擠 我都無所謂 私底下大家要怎麼樣做 我都無所謂 我不是小心眼的人 我也不會藉機要去烘抬自己的聲量 但是我要講的是什麼 我要講的是 如果你違反了道德的最低標準 你公然的說謊 公然說謊 造謠 低購我的名譽 我想這個齁 在民主的殿堂更不能容忍 他們這樣不只是侮辱自己 也是侮辱我們的民主 再幫我放下一張 這個是真實的影片 我要再次感謝我們陳明義議員 如果不是他當天有拍到 昨天有拍到這個影片 我真的是 我要含冤跳黃河是不是 我完全沒有還手 結果民進黨竟然可以 議會黨團 竟然可以在那邊說王威元揮拳 王威元流氓 流氓打人 市長 你有什麼看法 因為我記得那一天 應該沒有打架吧 沒有啊 當然沒打架 因為我看那一天 這麼多局長都給作證 沒有打架啊 我有打人 我有揮拳嗎 我是沒有看到 我當然沒有啊 有 有 有的話 我怎麼敢在議會的殿堂 去講這件事情 拍誰的拍誰戲啊 如果說今天我真的在議場上 昨天我真的揮拳打人的話 我想我也不配當人 當那個小孩子的表態啦 但是我覺得說謊 公開說謊 公開的在網路上 詆毀我的名譽 這一點我絕對不能姑息 因為他已經觸犯了道德的底線 你幫我再放下一張照片 這是我剛剛齁 我們黨團的這個幹部們齁 這陪我去報案 請放心啦齁 拉扯我的這個黃淑君我沒有告 推我的這個林秉佑我也沒有告 因為我認為這個我都可以接受 他們在黨議的壓力之下 他們在黨的壓力 告成的壓力 他們得有一些表現 得有一些衝突 這我都可以理解 各說過話也都無所謂 我沒有告他們 我只告誰 我只告鄭宇恩 因為他就是在他的 在議會的粉絲團上 說王威元打人 告李宇翔 因為他在公開的網路上 指責王威元流氓 我認為這一點不該被忍受 辛苦啊 辛苦委員議員 謝謝市長 辛苦 好謝謝 謝謝我們議長 謝謝我們市長